台北市大安区城乡交流活动 13号上午在区长林明宽的带领下 来到了寿风乡公所进行交流考察 寿风乡长刘耀宗 各科室主管以及寿风乡 全乡村长是热情的接待 双方旧观光 农特产品展销等议题上 相互的交流 场面是相当的热络 台北市大安区城乡交流 在区长林明宽代理之下 一群人13号上午到了寿风乡公所 乡长刘耀宗 各科室主管还有寿风乡全乡的村长 都热情接待 大安区长林明宽表示 寿风乡人文会碎风景优美 所以在城乡交流地安排规划 就选择要来到寿风 其实我们当然是一个复合好力的地方 希望能够把大安传一个精神 泛播到我们全国各地区 所以我们已经跑过十几个乡镇 我们三十几个乡镇 十三个县市 我们目标是希望把所有的县市 都能够跑完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 刚刚乡长也有提到 不管是人的交流之外 我们希望透过文化活动 经济活动 包括我们农费产品的推广等等 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的 有一些交流的机会 寿风乡长刘耀宗表示 大安区是台北市首善之区 单单大安区人口就有三十多万人 希望区长林明宽及远道的贵宾 可以多认识寿风 而刘耀宗也一一介绍了寿风乡进特色 更欢迎大家到寿风乡来制产投资 今天我们大安区公所 他们带领的团队 来跟我们寿风乡来城乡交流 然后来关心我们 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建议 还有可以给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地方的观光 还有关心我们的产业 也希望他们多多来关心 来指导 希望他们以后 能经常来 带团来 给我们来餐房 给我们来交流 双方最后护赠纪念品 大安区公所也捐赠了百米千金 给寿风乡公所 希望能够借由公所 转正给乡内需要被帮助的家庭 而两地首长都希望 未来可以加强互访 进行交流来相互学习 记者刘明胜寿风乡报道